钢铁侠临终前为什么不理小蜘蛛 只回应小辣椒呢 他就没有什么嘱托要跟小蜘蛛交代呢 在复联4里钢铁侠打完绝命响指后 好机友罗德第一个冲到了托尼面前 面对奄奄一息的老友 罗德深知托尼就是这样一个人 会做出如此惊天动地举措的人 因此他眼含热泪但并没有说什么 只是抚摸了托尼的脸庞 紧接着小蜘蛛也来到了托尼面前 其实托尼早就把他当作继承人了 不然也不会把伊迪斯眼镜传给他 但无论小蜘蛛怎么呼唤他 托尼始终还是没有说话 直到最后小辣椒来到他面前 托尼立马就叫了声小辣椒 那么为何托尼不回应小蜘蛛呢 只因托尼觉得他实在是太亏对小辣椒了 本来两人已经建立了一个圆满的家庭 而且还有了爱的结晶 一家人完全可以就此归隐不问世事 但美队等人的到访打破了这一名记 刚刚铁侠又重拾起死去的回应 他想着如果真成功了 确实能把小蜘蛛带回来 于是他开始着手测试模型 没想到真让他测试成功了 小辣椒虽然不愿意他再搅这趟浑水 但内心还是支持他 因此当托尼掩掩尼西时 他对小辣椒真的深感愧疚 于是他把最后开口说话的力气 都留给了小辣椒